因为柳如烟在我的帮助下考上了985 就在我畅想美好生活时 她却开始嫌我穷了 她毫无避讳地跟富二代交换考试成绩 并且跟富二代在KTV包间热闻 还当众羞辱我 说我是个穷吊丝 几年后他们一起考上了研究生 我也跟朋友成立了一家上市公司 后来富二代意外身亡 柳如烟的事业也一泄千里 之后她找到我想跟我复合 我看了看我的合作人笑了笑 晚了 我和柳如烟都是来自农村 在同一所线重点高中读的书 它是我前桌 在学习上有问题的时候 她总是回过头来问我 因为我学习成绩一直年级前十 她成绩差点 年级一百名左右 她提的问题 我都耐心解答 每次她问完都会冲我一笑 那笑容是我当时觉得最美丽的瞬间 我每天都期待她问我问题 现在想想我就是自作多情 还以为她喜欢我 原来只是把我当作工具人 在高三那回 她成绩一降再降 已经到年级三四百名了 于是她私底下约我出去 她泪眼婆娑地说 我这个成绩 可能考不上大学了 也许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 看着她楚楚可怜的样子 我一把抱住她 安慰到 不会的 有我呢 我帮你辅导 成绩一定会好起来的 最好我们能上同一所大学 我心中都在想象 大学以后的甜蜜生活 丝毫没注意 在我怀里的她是有所挣脱的 我当时就单纯地以为她害羞了 那天以后 我每天都会给她单独辅导 我对各科总结的笔记 都整理好分享给她 她考试的错题难题 我都会总为错题本 写满注解 当如果学习太晚 我还会送她回家 当然 我们这样频繁的举动 引起同学们的注意 他们纷纷在传我们谈恋爱了 很快班主任就知道了 不过 班主任并没有严厉批评我们 他就说了一些班主任常用语录 无非就是高三要以学习为重 考试之后随便你们怎么谈之类的话 因为我的成绩很稳定 他的成绩则从年级几百名 升到了年级二十年 这样巨大的进步 班主任也不好说什么 考试前的几个月 我更加努力冲测了 在自己的学习上花的时间更多 相对应在他身上的时间就少了 他的成绩马上有了反应 又开始下降了 他很害怕 于是在一个春天的晚上 他向我表白了 并跟我约定好一定上同一所大学 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欣然接受了他的表白 学习上我不仅严格要求自己 还认真辅导他 每个错题 迎难知识点都跟他讲清 我们一起度过那段最辛苦 也最天真的日子 到了考试出成绩那天 他意外超常发挥 竟然跟我分数差不多 他年级第十 我年级第六 我们一起考上了全国前十的大学 我们被同学们传为神仙眷顾 说我们羡煞旁人 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时候真的非常满足 感觉这样才是青春 而现在 这些都被毁灭了 柳如烟在工商管理学院 我在计算机学院 大学开始时 每天的生活就是学习 自习逛街吃饭 简单而幸福 平淡而快乐 直到他拿到校园十家歌手的第一名 我发现他变了 柳如烟在高中的时候 就展露出了歌唱天赋 没有专门练习过 但唱歌如同天籁 让人陶醉其中 但那个时候 农村的孩子哪会并向培养 还是走正常的高考 到了大学 他报名了校园十家歌手比赛 在决赛阶段 他的歌声惊艳四座 为他欢呼的人不计其数 我也很自豪 在柳如烟的颁奖仪式上 我上台送了一捧玫瑰花 主持人说我们是郎才女貌 台下观众发出热烈的欢呼 这一刻似乎是我们感情的巅峰了 比赛结束后的一段时间 我感觉他的各种应酬多了 我给他送饭 他最喜欢吃的土耳其烤肉版本 现在他却觉得不太为首 叫我以后别送了 我约他去上自习 他也一晚上社团友活动推特了 但能见到柳如烟的日子 也明显感觉到他气质变了 他把齐刘海改成中分了 他开始化精致的装容 穿上漂亮的连衣裙 整个人更显得楚楚动人 我打心底觉得他比以前漂亮好多了 但我很快察觉到不对劲 我在他包里发现了好几盒面膜 全是海澜之谜的 我偷偷查了一下价格 我惊呆了 我问柳如烟为什么用这么贵的面膜 柳如烟似乎并不想跟我解释那么多 就很敷衍地说是社团的同学送了 于是我开始暗中调查 在十家校园歌手决赛那天 台下有位同学异常热情 对着柳如烟各种喝彩 并且在颁奖仪式后 还主动跟柳如烟合影 他是梅继伯 梅继伯是柳如烟同级同学院 但不同班的同学 是个富二代 而且身高颜值都在线 可谓是不折不扣的高富帅 他上微观经济学这门课室 我正好没课 于是我悄悄地去了他上课的教室 正如我所料 梅继伯也在 他俩坐在一起紧挨着 还有说有笑 甚至柳如烟还把头靠在梅继伯怀中 不时地在嬉戏打闹 似乎完全没把讲课老师放眼里 我注意到老师瞪了他们一眼 于是我站起来 用非常红亮的声音喊道 第三排最左边的两位同学 请你们注意点 老师还在上课 同学们齐刷刷地看看我又看看他们 一副副吃瓜的样子 柳如烟低头不语 梅继伯则是用凶狠的目光看着我 上课的老师有点生气说 我早就注意到你们俩的小动作了 你们讲话的声音我都听得到 谈恋爱不能下课再谈了 下课后 同学们都在窃窃私语 他有男朋友还跟别人暧昧啊 小三是个高富帅 现任是个老实男 非常理解 这世上又多了一顶绿帽子 可悲啊 柳如烟走出了教室 我紧随其后 差点没站稳 梅继伯啄着嘴 抡起拳头就向我而来 而我先是一下格挡 然后顺势把他胳膊拧了一拳 再来一记过肩摔 他的身体光的一下 响彻整个教学楼 他被我重重地摔躺在地上 我心里一时之间那叫一个痛快 柳如烟气得直跺脚 挡在我面前 大声对我说道 你闹够了没有 他一个小三 活该有这个下场 你别挡着我 你这算什么本事 就知道打人 我看着他万般维护梅继伯的样子 真是气得不嫌 也就不想吵下去 想直接再给梅继伯一拳头 吃瓜群众越来越多 我的其中一个室友固言也来了 他把我拉住了 并告诉我今天气也出了 不用再把事态扩大 我一时间哪听得进去 他喊来了几个同学 一起把我拉出了教学楼 让我在一棵大香章树下冷静冷静 我冷静了好一会 才把心情平息下来 然后我就去找柳如烟 结果不出意外 他不愿意见我 我一脸找了好几天 大概是他无法忍受 我每天出现在他的宿舍楼下 对着他寝食大喊 他终于肯见我了 他穿着黑色的连衣裙 在路灯的光照下 衣服上的点缀饰品闪闪发光 他好像更加成熟了 跨着名牌包包 涂抹最艳丽的口红 直发也换成了大的波浪 这几天 他心情似乎不错 我本来很急气 却没说话 反倒是他先开了口 真是多亏了你 现在同学们都在说我是绿茶 对不起哦 那天我太冲动了 我不该 我们分手吧 我本来想向他道歉 甚至也做好了 向梅记博道歉的准备 听到这 我呆住了 半天才挤出一句话 我们真的结束了吗 对结束了 其实我也没喜欢过你 他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你们给我的只是好好学习 送烤肉饭 而我想做个精致的女孩 从外貌到精神 都很精致的那种 你明白吗 我可以努力的 我现在努力学习 毕业后努力挣钱 相信我 我们也可以很幸福的 他冷哼了一声说 你还不明白吗 我现在就要 说完 他转头就走 我上去拉住他的手 他眼神向周围扫了一下 示意我这是女生宿舍门口 怎么 还想打人 他没有给我任何机会 挣脱我的手后 他便转身离去 我痛苦了很久 他是我的初恋 我无法忍受他离开我的原因 是嫌弃我穷 我的人生都没有了光 一天到晚浑身没劲 浑浑噩噩过了好久 突然有一天早晨 我还没睡醒 电话铃响了 音乐是为他特赦的 原来是他生日到了 可是现在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我关掉音乐 翻个身准备继续睡觉 接着却收到一条来自他发的短信 今天我生日 晚上九点来春园 KTV三楼302包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邀请我去 为什么地点在KTV 为什么这么晚 虽然有很多疑问 但是我还是决定去 我想很多小说 影视剧的男主人公 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会选择去吧 晚上九点钟 我到了那个KTV 这次我非常准时 你以往都更加在意时间 我推开KTV的包间 看到柳如烟和梅继博 正在激烈拥吻 里面坐了十几个人 都在起哄欢呼 他们看到我后 全被按下暂停见识的 齐刷刷看向我 梅继博手搭在柳如烟肩膀上 笑嘻嘻地看着我 柳如烟倒是显得很奇怪 问我 你来干什么 不是你叫我来的 我可没叫你来 是我发的短信 梅继博怂怂肩 拿着一瓶酒便站了起来 冲着我怼意痒痒的 你想干什么 我打量了他一下 大金链子小手表 衣服上有个张牙舞爪的脑子 这身打扮确实很符合 他现在的嚣张的样子 上次你把我过肩摔 我腰盒被疼了好长时间 你的所作所为 让我很是没面子 但是呢 我也不跟你计较 你今天把这酒喝了 我就当你向我道歉了 原来是找我算账来了 道歉 被横刀夺爱的是我 我道什么歉 年轻气盛的我 并没有怕他 我拨开他递过来的酒说 要做就做个有种的男人 别做个男小三 他直接摔碎了酒瓶 说道 好敬酒不吃吃法酒 他双手掐住我的胳膊 我一总监 他没抓住 反倒是被我抓住了 我想如果当时是一对一 他必然不是我的对手 但是他的跟班们 从我身后把我抓住 一人一条胳膊 把我的双手背在身后 其中有一人踢了我一脚 我没站稳 倒在茶几上 梅济博把我的脸 按在茶几玻璃上 大声嘲笑我 你不喝是吧 来我为你喝 他一瓶又一瓶酒 往我嘴里关 看着我不断被酒呛着的样子 他得意急了 他又把几瓶酒 倒在我的头上 大声说我是落汤鸡 他的兄弟们哄笑一片 包间里 便充满欢快的空气 而我此时无力反抗 却在注意柳如烟的反应 柳如烟自梅济博把我按住后 就没看我了 此时的他跟我紧两名远 他非常平淡地吃着他的庆生蛋糕 喝着小酒 梅济博把酒倒光后 他和他的跟班对我全打脚踢 比起身上物理疼痛 他没有任何反应 才是我最大的痛 最后 梅济博泻愤完把我丢出去 柳如烟出来了 对趴在地上的我说 我真的没喜欢过你 我以前跟你在一起 就是为了考上这所大学 现在我们已经结束了 是彻底结束 说完他就回包间了 里面又充满了欢声笑 我的心彻底被击碎了 我绝不可能被别人踩在地上 任人羞辱 今天受到如此大的羞辱 我他日定要十倍奉还 要打到你的对手 必先了解你的对手 伤势好些之后 我就开始调阅梅济博的个人资料 我在外面搞了一台二手服务器 写了一套代码 破解了学校的学生信息管理系 结合我之前调查的信息 惠总得出 梅济博是本地一家大型公司 董事长的儿子 他爸已经和他妈离婚 并跟一个和梅济博 差不多大的女孩在婚并有一个儿子 他爸经常出现在学校里 似乎跟学校的某些领导关系不错 在浏览梅济博学生资料时 我也顺便查看了柳如烟的学习成绩 我发现他最擅长的微观经济学 在大二上学期期末考试只有39分 而梅济博却82 梅济博是挂科大户 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公共通识等都是三四十分 而柳如烟这些课都在七八十分 梅济博的补考成绩看上去也不错 大部分七十多 这两人的分数如果反过来 我一点不奇怪 柳如烟的成绩是不错的 我非常了解 至于梅济博 我心中有了一个猜想 于是 我悄悄调取了考试那天的录像 录像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们试卷上的姓名 学号 果然 他们俩在试卷上互相写了对方的信息 柳如烟啊 柳如烟 以为他可真下血本啊 竟然拿自己学业开玩笑 难道你不知道有过挂科技术 即使后来不考通过 也无法获得保送研究生资格吗 或者你觉得有了富二代男友 就可以不在乎学业了 我心中闪过一丝惋惜 但也仅仅闪过而已 该举报的还是要举报 我悄悄保存好了证据备份 但是我并不着急去举报 我需要等一个机会 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 大二下学期学校会举办一次 优秀学生代表表彰大会 学校表彰优秀学生 是为了在校大学生 都可以向优秀学子学习 不要在大学阶段荒废学业 但优秀学子的评价是多样的 并不只有学习成绩 老师的印象 社会世界 比赛得奖等等都是评分项 像我这样只有学习好的人 没有意外的没选上 不出我所料 凭借过硬的家庭背景 梅继博也在优秀学生名单内 当然我的机会也就来了 颁奖典礼很能重 大礼堂门口贴了优秀学子的海盗 里面张灯结彩 金碧辉煌 跟过年似的 主持人宣读优秀学子名单 并邀请他们上台领奖 只见他们走上台 大屏幕一次播放优秀学子的视频 突然大屏幕一黑 开始了一段只有文字 和做了变身处理的视频 上面赫然写着 举报梅继博同学 在大二上学期期末 微观经济学考试中作弊 紧接着就播放了考试现场 他和柳如烟作弊的话 现场一片哗然 本应该上台颁奖的校领导也没上去 梅继博一脸茫然 在台上不知所措 呆呆地站在原地 看着他六身无主的样子 我开心极了 我心中的恶气出了 感觉到无比的疏爽 这可真是身败名裂 因为这个意外 颁奖典礼被迫终止 很快学校信息安全部门 就通过信息追踪技术找到我 我被学校教导主任 叫去了办公室 教导主任年纪有五十多岁了吧 一身不一 显得很朴素 但却透露着一股子威严 他问我 继博大同学 举报视频是不是你放的 是的 我没有丝毫狡辩就承认了 经查证 你的举报属实 梅继博同学和柳如烟同学 确实存在作弊行为 对于他们的处理 我们后续会公布 对于你 主任停顿了一下 并看着我 你不该在颁奖典礼上 播放举报视频的 我大概了解 你们年轻人之间的事情 但是这样的举报方式 不值得提倡 你完全可以把举报材料 直接送到我们这里来 但是学校是鼓励 举报考试作弊的 对于举报人信息 我们也会加以保护 所以 我现在就以口头的方式 对你在颁奖典礼上 举报考试作弊的 所造成的语情和影响 进行批评 不准有下次了 教导主任语气平淡中 带着严厉 我接受批评 并保证不会有下次 我表面上很诚恳 语气也很谦卑 内心却是心花怒放 但是 我还有个疑问 如果我收到梅继博同学 本人或者他家里人 或者学校里面 跟他关系亲密的人的威胁怎么办 教导主任 眼神闪过一丝不可思议 但很快又恢复正常 说道 学校会保护 每一个在校学生的安全 如果你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请直接报告给辅导员 学校会是你坚强的后盾 好的 谢谢主任 另外 你别再入侵学校网络了 你是个技术优秀的学生 希望你能继续好好学习 把技术用在正确的地方 我连连点头答应 看来学校比我想象的更加强大 不久之后 学校对梅继伯的处罚就出来了 梅继伯被处罚休学一年 学科成绩取消 柳如烟也被取消学科成绩 在学校范围内通报批评 但为休学 我觉得他俩一定能想到是我举报的 但是一直到我大学毕业 梅继伯复学 甚至我 都在本校读研究生了 还是没有来找我麻烦 也许是老成持重的教导主任 起到很大的作用 我在本科阶段成绩很好 文化课成绩专业第一 因此我获得了保送本校研究生的资格 柳如烟靠着自己的努力 也考上了本校研究生 也许 他不跟梅继伯作弊的话 他也可以保验 让我非常惊奇的是 一年后成绩一塌糊涂的梅继伯 竟然也考上了研究生 一天下午 我从研究生大楼出来 迎面就撞见梅继伯和柳如烟手 牵手走过来 我看着他们两人没说话 倒是梅继伯对我吹起了口上 见我没反应 挑衅地说 我跟你打招呼呢 黑客小王子 跟他还说什么呀 柳如烟瞥了我一眼 然后就拉着梅继伯走了 黑客小王子 我心里思索着 看来他知道是我举报的他们 但是以他的性格 他能一直忍着不去报复我 晚上 我打开尘封已久的二手服务器 开发了一套爬虫软件 我在网络上迅速地收集梅继伯的信息 包括他个人社交账号 他家公司的官方网站 家庭住址 媒体报道的新闻等等 我收集了一晚上 其实没有太多有用的信息 只是注意到梅继伯对他的后妈有很大意见 他总是明里暗里地骂他 爬虫爬数据的时候 意外获得了梅继伯后妈的邮箱地址 于是我决定把之前入侵校园网络的程序再升级一下 以黑入他的邮箱 我成功地黑入他的服务器 正当我要查看文档资料时 我的电脑不受控制了 电脑屏幕被绿色的条码站满 屏幕上有个进度条 我心中一惊 难道我反被别人控制了 对方一定也是个黑客高手 我慌忙中想拔掉电源线 生怕这位黑客把我电脑里面 辛辛苦苦写的论文给删除 请你看几个东西 屏幕上突然显示了一行字 进度条读完后 我的电脑已经打开一个文件夹 QQ好友也多了一个 文件夹里面有个音频文件 我双击播放 里面对话让人触目惊心 原来是纪伯达干的 看我不弄死他 这是没纪伯的声音 我告诉你 你最好别弄他 主任已经给我警告了 要是敢动他学校任何一个学生 就用法律手段制裁 这是个很陌生的声音 但可以猜到 说话的人年纪不小 得有个四五十岁了 我不弄死他也行 我在外面找几个人 把他暴打一顿 保证不打死他 把他打成残疾 尤其是把他的手废掉 看他还做不做黑客 听上去梅继伯已经气急败坏 梅继伯说完就听到 有人拍了一下桌子 逆气用事 你还不明白吗 主任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 他知道你要报复 如果你真的报复 我们那点事就人尽皆知了 老梅 你家这孩子你还管不管了 两酒传来第三个人的声音 想必就是梅继伯的父亲 老陈 别生气 这件事是梅继伯做的不对 我先给你道歉了 梅继伯 你也给陈老师赔个不是 大概是喝酒了 只听到第三个人继续说 这件事能到此为止也很好 毕竟只是休学一年 而不是开除学籍 这都是陈老师从中努力的结果 我呢 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些年底陈老师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能不听陈老师的话吗 你一旦实施报复 陈老师毕竟也是你们学校的 他能安心待在学校吗 你别只考虎自己出口气 要从全局考虑 明白吗你 明白了 梅继伯似泄了气的皮球 低声说道 音频文件到此就结束了 我想想都后背发凉 梅继伯竟然动了杀心 我知道以他那个性格 没人阻止的话他干得出来 此时 我的QQ想了 一个网名为粉红女郎的人 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我注意你很久了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信息 请明天到会相隔六楼二号包间 我非快打字问 你是谁 对方没有回应 我右肩为什么你有这些资料 目的是什么 对方都不再回应 但我没有游路 第二天如鱼而至 原来邀请我来是一位女郎 她藏了墨镜 铺抹着浓艳的口 蛋黄的卷发透露着成熟的气息 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顾青青 没身高的妻子 原来是梅继伯的后妈 我是继伯达 我知道你是谁 你很了不起 可以得罪梅继伯还能好好活着 你找我来干什么 我没找你来 是你自己来的 她微微一笑 你有什么信息可以给我 我开门见山地问道 我猜你一定想知道 录音里面的老陈是谁 你们学校陈老师很多 你一定猜不到吧 你知道 我不但知道 还有更多的事情我也知道 包括梅继伯为什么能上研究生 她推了一下眼镜 注意我的反应 这样的资料你不会轻易给我吗 你真聪明 如果梅继伯能一直是顽固祖地 我倒也不担心 她虽然不尊敬我这个后妈 但是现在她却想着上进了 原来他们家现在居然内斗了 不过想想也就明白了 这位顾青青女士也有一个儿子 也许是她想给自己的儿子破路 也许是她自己想掌控梅家 不管哪种 她都不想让梅继伯成功 坐上梅继伯的位置 所以她想让梅继伯沉迷在温柔相中 如果梅继伯做的事情越离谱 她在梅继伯那里的印象分就越低 那么她自己或者她儿子的可能性就越高 而且沉迷在酒色财气中的梅继伯 必然是酒囊饭带不成气候 顾青青女士的儿子才几岁 她就有如此心机 有如此野心 真是不简单的女人 然而不知为何 梅继伯却开始好好学习 学的还是工商管理 竟然攻读硕士了 虽然现在的梅继伯对她还没有什么威胁 但她想提早谋划 于是她要跟我做一笔交易 她把黑料给我 我再一次去举报 我当然明白她把我当工具人了 她想利用我对梅继伯的仇恨 让我成为她的手下 从她的言语可知 她在我们本科阶段就注意到我和梅继伯的恩怨 也许是知道我可以黑进别人网站 她便请来技术更加高超的黑客来对比 但是我非常想知道 老陈是谁 以及梅继伯上研究生到底有什么秘密 于是我答应了 但我也不傻 我绝不能做个纯工具人 我提了条件 要十万块钱 她扑合一笑 说道 你若不提任何条件 我也许不会给你 就这样 我和她达成了交易 过了大概一个月 一则新闻刷报的整个校园 某大学一次性接收十名外校硕士生转入该校就的 公众质疑存在暗项操作和堕落问题 要求彻查实情并处罚相关人本 学校也很快做出回应 直接取消这十名学生的在校学习资格 并转回原学校 同时我还注意到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陈栋梁 因为继委带走调查 梅继伯就是这十人中的一个 他当年考研 因为分数未到我们大学的分数线 只得去了排名靠后的学校 那个学校是双飞院校 而且不在本市 于是他就以他父亲没升高身体不好 需要在本市照顾父亲 事实上存在特殊困难 无法在本校完成学业为理 申请转入到我们学校 刚好陈栋梁接收到一批转学的研究生 于是就把梅继伯加入了此名单中 一切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然而事情还没结束 大约一个月后 梅继伯被原学校开除了 据说是纪委查出来 他顶包了其他人上的研究生 其实他根本没考上 这个时候我严重怀疑 梅继伯高考考上我校 也是存在问题的 可惜顾青青只给了他研究生的秘密 没给更多的 这件事过去后 我的精力主要都放在事业上 我和我的研究生同学合伙 开发了一款新的安全软件 并准备在毕业后创业 我们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 就是把市面上那些 三流杀毒软件都被打败 创造一个纯净的安全软件 然而就在我快要研究生毕业时 收到一条匿名短信 他来了 执行计划 我心领神会 知道这是那个神秘黑客发过来的 我立刻离开实验室 我先到达学校门口 假装打电话 说话非常大声 就怕放哨的小痞子们认不出 我看差不多了 就装作慌张的样子 走到离学校很远的小巷子 这时候 看到前面的路被堵住了 来者正是没记不 他手拿狼牙棒 带着四五个小弟 把我围了起来 恶狠狠地问我 是不是你举报的 我和你是有恩怨 但我并不知道你顶报转学的事情 我知道就是你 你别不承认 他用手指指着我 差点戳我脸上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举报的 我双手背在身后 根本不带怕的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扯证不证据的 我纯粹就是想要了你的命 说完就抡起狼牙棒要捶我 突然 一根筷子准确地扎在他胳膊上 我看谁敢动手 来的人是当地的混混 有二三十人 每个人身上都有纹身 个个都是五大三粗 顶头的人叫威哥 身材中等 肌肉发达 站在他旁边的是飞哥 有一绝技就是发筷子扎人 快无需发 刚才就是飞哥扎的梅继伯 他们把梅继伯带的人也围了起来 威哥威胁道 不想死的现在就毁 梅继伯的这些小弟立马一哄而散 威哥到我跟前说 你也走吧 辛苦了 我走后 梅继伯被揍得凹叫 大概梅继伯根本不明 自我为什么能绝地反杀 因为顾青青的黑客 早就黑进他的手机 他想做什么 去哪都被顾青青掌握 而我早就预料到梅继伯会来找我 于是我们就计划 由我引他到偏僻小巷里 然后再由顾青青找到的混混 给他一顿 在外人看来 还是我跟他的恩思怨怨 至于顾青青下手如何 我就管不着了 当然我也留了一手 我身上装了针孔摄像机 我从来没动手 都是他们动的 很快我就研究生毕业了 我拿着当初要来的十万块钱 和自己读研期间写的软件 如愿和研究生小伙伴们一起创业 那会正赶上互联网 如火如茶的发展 不过几年时间 我们就从几个人的小作坊 发展到几千人的公司 而且发展势头非常好 每年营业额都以两位数增长 我成了公司的首席技术官 作为早期合伙人 我还持有公司15%的股份 我们公司还在商用写字楼里面 等天使轮融资完成之后 我们将会搬到 属于自己的办公大楼里 我的办公室朝南很宽敞 里面设有单独的茶水间 有一天我在茶水间喝咖啡室 我的秘书苏浅浅神色慌张地对我说 记走 麻烦您看一下 您的差旅费是不是弄错了 我打开手机看了一眼 差旅费本应该是4000元 却多了一个零 我诧异地问道 你弄错了吗 我签字的时候还检查了 金额是对的 不不不 我没弄错 是财务部新来的财务专员柳如烟弄错 他今天弄错了好几笔账务 我现在向您汇报 可能财务部会让您和其他破账的人多退手 到时候您不要觉得奇怪 柳如烟 柳如烟竟然来我们公司上班了 我听到他的名字后 心里一直在嘀咕 苏浅浅后来跟我说的什么 我也没在意听 只说由他安排好了 梅济博东窗事发那年之后 我们再也没见过 只听说他对梅济博不离不弃 据说梅济博家的产业被顾青轻所控制 他已经出任梅家企业的董事会 老老把控人力财务等核心部门 我借着要看年度预算表的理由来到财务部 我看到柳如烟正在低头工作 再看看名牌上的照片 确认了这就是我的初恋柳如烟 财务部其他人似乎都去开会了 只有他在看他桌子上的检讨书 应该是财务部对他进行了惩罚 他过了一会才发现我 当我们对视时 他待住了一两分钟 我没想到你会来我们公司 我笑了笑 我事先并不知道你也在这里 他似乎略显淡淡 我们简短的对话完后 似乎并没有什么话说了 我就说还有工作还要忙 便离开了财务部 快要下班的时候 柳如烟从公司内网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晚上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吃饭 我略做思索 再安排一些事便答应 晚上吃饭的时候 基本上是柳如烟在说话 一直说着他这几年的遭遇 当初还是本科生的时候 柳如烟自述他很容易被买 梅继博一点点小恩小会 便逗得他开心 跟我在一起就只有枯燥的读书自习 而梅继博出现后 他有了很多不一样的生活 他觉得那时他年少无知 以至于梅继博提出 他们在考试卷上 互相写对方姓名的时候 他也答应 梅继博告诉他 以后会好好疼爱他 等他继承家族产业 所有的财产都归他管 这种骗骗小姑娘的话 他竟然就幸福 后来他也发现 梅继博跟其他女孩勾勾搭搭 为此他们也吵过家闹过分手 最后都被梅继博 用糖衣炮弹哄了回来 柳如烟在研究生毕业后 去了梅继博家的企业做会计 那时的他幻想着可以加入梅家 然后轻轻松松地做梅家少奶奶 然而现实是无比残酷 梅继博自从被退学后 在家闲得没事 就开始各种找乐子 酒吧歌舞厅KTV 这些都是小场面了 他买了一艘游艇 找了一大帮子少男少女 天天喝酒蹦迪 他还去澳门赌博 输掉了好几个亿 为此他父亲没少责骂他 并停止给他打钱 但他似乎无可救药 依旧醉生梦死 当然能醉生梦死 当然还是因为有钱 这就多亏了他的后妈 在梅继博被责骂的时候 顾清清经常为他说话 甚至还跟梅身高顶嘴 真的像亲妈一样护着他 听到这里 我不禁一间笑了一下 柳如燕问我是不是在嘲笑梅继博或者他 我说没有 就是觉得这才是梅继博的富二代的人生 他摇了摇头 说顾清清是奸诈的小人 他假装关心梅继博 实际上却故意透露 他父亲黄金保险箱的密码给他 梅继博不是小孩子 怎么看不出他的轨迹 但这个时候的梅继博却经不住用火 就偷了他父亲的金条 他父亲在暴怒之下 把梅继博手臂打成残废 那只手臂就是当年他试图攻击我 十倍飞鸽用筷子击中的手 本来旧伤就没好 他父亲在盛怒的时候用力一锤 直接锤断了 从此梅继博彻底凉了 人生凉了 事业上也凉了 他心灰意冷之下 他竟然选择去飙车发行 最终车毁人亡 听到这里 我脸上虽然有点感叹 人生无常的样子 但心里却是无比满足 是大快人心的感觉 柳如烟说他刚进梅家企业的时候 顾清清正好是财务负责人 刚开始 他嘘寒问暖关怀备止 诸如吃饭喝水这样的小事 他都一一不吻 生怕柳如烟受一点点委屈 当时的柳如烟觉得 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后妈也挺好 等到梅继博越来越不像话 顾清清就慢慢收起他伪善的面孔 在工作上对柳如烟吹毛求疵 经常恶语相向 后来梅继博人没了 顾清清更加肆无忌惮了 在公司里恶意污蔑柳如烟是扫把心 还说柳如烟嫌偏偏爱抛弃贫贫穷的男友 是女版陈世美 本来梅继博的死亡对柳如烟就是重大反击 加上顾清清的蓄意攻击 他抑郁了 不久之后就辞职离开了 柳如烟离开梅家企业后 他有两年整枚工作 这两年对他可以说是暗无天日 每天都在无比的痛苦和折磨中度 他数次想轻生 但都被年迈的父母拦下来 讲到最后 柳如烟几乎是气不成声 我稍微安慰了他一下 给他递了纸巾 他看了看我 眼泪汪汪的对我说 我太伤心了 我也后悔当初 你不恨我吗 我平淡的问 柳如烟一阵 缓缓说道 那些事早已过去 如果我还阴影中走不出来 那我只好死了算了 很多事情 我都想重新开始 他眼睛闪着泪光 直勾勾地盯着我 期待我的反应 我接收到了他的暗示 但我不露声色 眼前的柳如烟 其实也不再是那个心思 单纯的初恋女友 她一直没变 还是喜欢有钱人 顾青青虽然成祖极身 善于算计 但她说柳如烟是陈氏美 我却十分赞同 我觉得可以同情柳如烟 但不可以共度余生 我向餐厅外面递了一个眼神 柳如烟顺着看了过去 一味身材高挑 浑身散发着成熟魅力的女士 朝着我们走 柳如烟没有太吃惊 而是皱起眉头 那个表情好像在说她怎么来了 来的不是别人 是财务部经理冷清秋 冷清秋走到我们桌前 我站起身来向柳如烟介绍起来 这是我的妻子冷清秋 我们是创业合伙人 也是枕边人 柳如烟面无表情地 应付了一下眼神无光 然后说自己还有事情就先走了 没过几天 柳如烟辞职了 后来她如何了 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的我拥有美好的家庭 拥有前景光明的事业 我在心里上有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做出不同的选择 就会走不同的路 幸好我这三十多岁的人生之路没走错 哈哈 三十多岁的人生不过如此了